欢迎来到生杯子葡萄酒的世界 La Copa Oscura 生杯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要来闲聊了 最近实在是 没有什么心思在读葡萄酒的东西 比较多是用身体 例行的方式去感受 做跟葡萄酒生意相关的事情 然后今天发生一件 我觉得前所未有的事情 就是我们葡萄酒有三个板进来 同事进来 然后司机就是用大的卡车 载着这三个板 然后就到了这个码头 码头要卸货 然后司机竟然耍赖 说他不想要把板拉到码头上 他说拉的这个动作 应该是由仓储公司的人来做 因为拉要很大力 然后再来就是 拉可能会导致酒的倾斜 所以他不要负责 那我觉得很奇怪啊 你一路开车过来 不是也有可能会倾斜 也有可能会 不知道怎么样子 对 那难道你做 所有的事情都是 没有承担任何风险的吗 况且 其实业主也不会 真的不会因为 就是太不可抗力的事情 把你怎么样 然后反正呢 今天他就超皮 这司机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夸张 他譬如说好了 两点 一点 到现场 然后呢 他拒绝把货 从他的车上拉到码头 也不过就是 我看有没有两公尺啊 的距离 拒绝 于是他就在那边 等了三个小时 然后 其中的第二个小时呢 我觉得这个僵持 僵持不住 因为 怎么讲 僵持不下 因为 他不愿意拉这个 两公尺的距离 然后仓库的人 也不愿意拉 这两公尺的距离 于是 仓库拒收 一个不想拉 另外一个不想收 然后就僵在那边 然后也没有人要处理 然后就司机就在这边等 然后呢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过去吧 所以我就开车 开了一个小时 到林口仓库去 就看了司机 在车上 很开心啊 翘脚 吹冷气 睡觉 我就问他说 你在干嘛 他就说 我没有要负责拉 好 然后我就跑去找仓库的人 仓库的人说 司机没有要拉 所以我们也不收 就这么短短 两公尺的距离 没有人要动作 然后要我一个出钱的人 从大劳院跑到现场去 然后拿着一个很破烂的那种 你们知道有那种油压的那种拉车 板车 我试着要做 但我觉得这难度太高 所以我带了一个帮手 但是帮手他也就是 你们是工作的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专业 那我们就在那边拉拉拉拉 完全动不了 而且那台板车 其实是蛮烂的 然后再加上 其实一个板的货物非常的高 那可能随便都超过一顿 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 一件事情 它是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做 那双方僵持不下 就只好业主自己出面 然后我们就一起推 一起拉 然后就是 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 肯定 危险会更大 但是因为没有人要做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 然后就 有三个板嘛 所以就有一个一个板 往 就移动那两公尺的距离 但实在是第三个板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得把它拆开来 一箱一箱板 然后中间呢 我们还去找别的 别的仓储公司帮忙 然后他们电动板车 帮我们拉出来 结果中间一度好危险 就是 你知道卡车后面有那个车尾翼的部分 就算你是架在码头上面 它还是有可能会短 所以中间一度就是 哇 凹陷 然后 差点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怕 就是差点连别人来帮忙的命 都可能会没了 对 所以 我是讲的有点夸张 但我真的是 真的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对那 后来也就不请他帮忙 他们帮了我一个板 然后剩下那个板真的太大 我们就拆箱 一箱一箱往下搬 对 然后 就突然感触很深啊 就是 做了十年的葡萄酒 然后到最后 还是得亲力亲为很多 只是 两个企业体之间沟通 不合的地方 然后 我开始发现 其实当老板 一点都不爽啊 当老板就是不断的拆炸弹 不断的解决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很好的主管 你做得很高兴 你其实 会帮老板 解决问题 处理问题 然后 但是如果 你是能力很强 但是 心不定的人 你可能 会看到状况的时候 解决 但是你会闷在心里 然后知道哪一天 就炸掉了 对 所以 我觉得真的跟大家提醒 不管是任何年龄层的工作者 忍耐 不是唯一解决事情的方法 然后忍耐 它也只是暂时性的 就像吞一个 扑纳疼 止痛药啦 对 就是忍耐它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 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对 所以 反而是 找出问题 然后勇于询问 然后 解决问题 看如何下次 是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 而不是 闷着头的自己处理完 或者是 因为不爽 然后全部自己忍受 全盘接收 然后 等到自己爆炸那一天 也不知道 为什么 没办法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做不下去了 对 所以 我觉得 Oh my god 就是 最近真的是深深的感触到 人类的文明 为什么这么缓慢的 在移动 我根本不敢讲是前进 因为 其实战争不断 仔细想想 其实 从可能史前时代开始 然后人类开始 然后一点点的这种部落 大家都 部落文明 其实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战争过 只是换了武器 可能以前用石头 用火 现在 用飞弹 用核武 用病毒 但 所有的事情 还是不断的被这些 不聪明的人事物给 往后拖延 对 以至于真正想要好好努力 往前的人 会很累 会很麻烦 然后前一阵听到吴淡如有说 他可能也是 有听到别本书在讲 他就说 你觉得 带领一个团队 就是 真正带领团队的人 是聪明的人 还是比较愚笨的人 就真的领导团队前进的步骤 是聪明的人 还是愚笨的人 或是不聪明的人 好 那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带领团队前进 基本上 聪明的人嘛 但是 no 就是 其实 你会发现 聪明的人 就是不断的帮忙 擦屁股 帮忙 解决问题 帮忙 拆炸弹 然后帮忙 或者说 等待 或者说 提息 这些不聪明的人 然后 想办法让他们跟上 想办法让他们跟上 所以 整体团队的节奏 是会被拖慢的 被这些 不聪明的人 固执的人 很多情绪的人 拖慢 所以 哇 开始想到好多的事情 就像 今天我 身为一个业主 身为一个老板 做久做十年 我竟然必须要 亲自去现场 只是因为 这两公尺的距离 Oh my god 对 所以 真的是奉劝 聪明的人类 或者说 情绪 很丰富的人们 就是当你们 很固执的在 守住自己的 位置的时候 或是自己的 意见的时候 退一步 你才会发现 自己 有多愚蠢 或者说 自己有多么 没有在帮助 整件事情的 前进 发展 那更不用说 整体人类文明的 往前 对 所以 从这些事情 我就开始思考 其实好像 每一个人 当你不知道自己 在往什么方向去的时候 你就是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的 当一个 一个齿轮 转完一圈 你就归零 转完一圈 你就归零 到后来 你可能 人家叫你往前转 转到一的时候 你 不要 你抗拒 你反而希望 回到原本的零 所以 我觉得这是 好可怕的事情 真的让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说 我们真的可以 每天去思考 到底 你今天 往前了些什么 你成就了些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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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了些什么 你带给这个社会 些什么 或者是说 不要讲得这么夸张 就是你跟你自己 之间的约定 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目标 这是我好久好久 一直长久以来 想做的事情 我有没有 做到 嗯 就算是做到了 十分 十件里面的一件 其实十件里面的两件 我觉得都好 嗯 就是 真的不要再 跟自己妥协 真的不要再 帮自己找借口 真的不要再 觉得愚蠢 是一件很聪明的事情 嗯 这个 并不会让你快乐 也不会让你身边的人快乐 嗯 所以 这是今天的 小小感受 小小体悟 然后 这是想要分享给所有 在工作的人 分享给所有 不管你是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各个年龄层 正在工作的伙伴们 嗯 真的要让自己成为 有价值的角色 要让自己成为 不可取代的角色 而不是不断的 让自己成为 每天都可以 无时无刻被取代的角色 然后 并且觉得 自己 人生没有意义 以及 为自己 无所谓的捍卫 而沾沾自喜 嗯 那 至于 真的很努力的人们 不管是主管们 还是老板们 嗯 我 完全 明白 就是 当有很多的理想 想要往前 但是却 非常缓慢的那种 妥协 与状态 与无奈 嗯 但是 我也有不断 重复的练习 我也有不断 亲力亲为的 理解 以及倾听 所有基层人民的声音 感觉好像要竞选了 嗯 才是唯一能让我们的梦想 再离我们靠近一点点 的方法 嗯 所以 人生的价值 真的不是只有钱而已 是 更远大 每天让自己幸福的瞬间 所以当今天这个 司机跟我说 他不愿意拖这两公尺的距离 是因为他没有 get more pay 没有拿到更多的钱 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也可以坦白的说 今天就算 你拿了钱 你可能也不会做 因为 你没有guts 你一点点承担风险的能力 以及智商 都没有 嗯 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 也跟 所有的人来分享 尤其是 求知者来分享 钱 不是 人生 唯一要追求的东西 我知道它非常重要 但是相信你 相信你的老板 其实 在你还没拿出东西来之前 你跟他要钱的时候 他不会给的 嗯 那何不大家各退一步 就是 你先把你的能力 拿出来 嗯 老板一定 我不能讲一定 但是我相信 吃亏 占便宜这件事情 有他的 一定的道理在 嗯 如果你愿意付出了 别人没有付出 那是他的问题 嗯 但是千万不要 因为别人有这样的问题 你去跟他比较 这样子的问题 于是你也成为了 你眼中看不起的 那样子的角色 对 不要说 他也 他也没做到啊 那我为什么要做到 而是说 他没做到 所以我也要做到 这就是 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啊 今天真的是 有时候觉得 在当下的时候 当局者 连我 这样子做了十年 都 在当下 没有觉得这么的生气 可能是我太想要 把事情完成 然后其余的 问题 我们之后再来解决 但是在当下我也 呃 有点相怨的 完成了所有 别人该完成的事情 解决的问题 对 所以这是我觉得 可以自己再更进步的地方 那到 同一天 我也把我所有心情的想法 以及我认为 呃 双方的公司都没有 把我们业主当人看 以及 呃 做从事这么危险的 搬货的事情 也让我们这些 业余的人来处理 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告诉了 双方的公司 呃 本来没那么气 但是后来越想越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觉得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在当下 你 没有那么气 但是后来会觉得 为什么我当时 会做这样的答应 会这样的回复 会有这样的处境 以及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以及如此的卑微 嗯 所以 没关系 这些 锐利的 point of view 观点 都可以慢慢的被修饰 被磨练 但是唯一要告诉自己的是 批判性的思考 不舒服的 不合理的 其实 说出来没关系 千万不要一昧的容忍 虽然有的时候 因为年轻 因为经验不足 所以说出来这些话 很欠奏 不过你也要 容得下 人家告诉你说 欸你说的话很欠奏 不合理 让别人去 帮助你分析 你脑袋装的东西 不太对劲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 就是不断的 让自己的脑袋 与别人的脑袋 碰撞思考 但是 虚心的接受 自己犯的错误 不要隐藏 然后 努力的 往前迈进 挑战每一天 不同的自己 我觉得 这个是 无论你在任何的 工作的地位 不管你是 求职者 不管你是employee 不管你是employer 不管你是业主 不管你是老板 身为人 在工作职场 应该要拿出的 姿态 就是这样 没错 所以今天呢 就是小小的 呃 情绪激扬的 跟各位分享 这一块 不过 我觉得 我情绪激扬 其实 也就这样子了 对 呃 当老板越久 或者说 刚看过的 不敢说事情 越来越多 但的确也是这样子啦 会发现 情绪是一个 最不需要出现 尤其是在 解决事情的时候 嗯 你反而要压抑 情绪 因为情绪就是 所有阻挠你 判断是非对错的 东西 那 even我现在 还是有看到 我的员工 是用情绪在 处理事情 在 勒索 在觉得 这样子的步骤 是别人会听得懂的 呃 这是我很 不推荐 觉得 应该要 被修正的地方 嗯 所以 各位 如果 你是属于 情绪 比较难控制的人 哦 然后 在下一次 你要爆炸的时候 建议你 买一个可乐 去外面奔跑 再回来 好好的处理事情 千万不要在 气头上 做任何 无谓的 宣泄 以及判断 这个呢 都会成为 你人生 很大的 一个绊脚石 好啦 今天就跟各位 分享到这边 然后今天是 嗯 事业经 对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生杯子 跟各位来 分享 那我们就 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你们的聆听